阿卜主阿卜主你快去看138话呀 OKOK我这就去看 自从这138话的情报出来以后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疯狂催我去看最新话 虽说早有一感 但不得不说这一话的展开确实是把我看懵了 我们先不说三历最后抱头亲吻爱伦脑袋那有点阴间的图 就拿克尼和让的死法来说 这也太难以接受了吧 剑三老师你把他们化死在和爱伦的战斗中都 远远比这么一只臭虫翻臂熏死的好吧 这位从头活到尾的重要人物 让他们作为无脑剧死去实在是难以接受 虽然说他们还有可能会再下一话复活 但这还是改变不了这一话观感不好的事实 138出来以后 声称自己不仅被刀还被为了一波寒糖的死的剧学家是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高呼巨人烂尾的声音也越来越响 就目前来说烂不烂尾我不清楚 毕竟每个人对烂尾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如果说有的人喜欢这类的展开 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是烂尾 就我而言我对这一话的看法 也仅仅是体现在观感不好这一层面上而已 这里的观感不好指的是让和克尼的死法 以及艾伦被三力砍得后亲吻的构图 就剧情来说的话这一话其实是挺好的 全员变巨人手里沾满鲜血的人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且一向以剧情严谨著称的剑三 直到现在都还在回收他的伏笔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艾伦的结局了吧 我希望看剧人的各位观众不要对他要求太高 不要对剧人抱持过高的期待 也不要因为不满意剧情就盲目跟风骂那回 好的那么前面说了那么多 其实都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罢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上期我们说到 莱娜一把摁住了巨人之力的本体怪弹虫 安民发动核爆试图炸掉艾伦与怪弹虫 另一边被地名逼到无路可退的人们 在看到超大剧终于停下来以后才种上松了口气 手抱134话婴儿的老人 惊恐的男人 慌乱的女人 他们都在绝望的支配下看到了那一丝的希望 安民变身时的核爆 其威力甚至是波及到了战场边上的那名门 受爆炸的影响他们都多少受了点轻伤 与此同时 法尔科也载着众人逃到了边上 亲眼见证着那正在逐渐消失的千米骨架 这下地名是真的停下来了 艾伦他死了吗 就在大家都暂时松了口气的这时 上帝的脑袋突然剧痛起来 当初艾伦说的话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嗡嗡作响 曾经艾伦在尼克洛的餐厅里 曾对桑莉说过这么一段话 觉醒了力量的阿克曼 似乎时不时就会头痛 是一个不抱任何疑问 一位听从命令的奴隶 所以说艾伦表示自己打小就很讨厌桑莉 虽说在我们观众看来 艾伦的这段话纯属就是瞎掰 但对桑莉来说却不是了 从他当初那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来看 明显大受打击 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 桑莉很想否定艾伦的话 但还是不禁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之中 大烟雾散去之时 退居边上的联军小队众人 这才注意到旁边的亲友们 1047的众人 他们看着眼前马来战士 和自己亲人重逢的场面 内心无畏成杂 不能说是毫不后悔 但对于阻止了地名这件事 他们应该没有做错吧 历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他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安妮疑惑的向莱妈问道 为什么从收容区来到这里 是安妮的父亲 他带着大家逃到了这里 他现在就在安妮触手可得的地方 为了能再次回到故乡见到父亲 安妮战送了不知多少人的生命 遭受了不知多大的压力 现在他终于可以 如愿以偿地见到自己的父亲了 想到这里 他奔向了父亲的地方 卡丽娜阿姨莱娜还在战斗哦 曾经在见到亲人时的喜悦之余 贾碧把莱娜英勇无畏的战况 告知给了莱妈 莱妈露出一脸欣慰的表情 是啊 我都看到了 一发巨大的荷宝 大家都在担心着还坚守在战场的莱娜和阿明 从荷宝的巨坑之中 阿明的超大巨爬了出来 而莱娜的凯子巨人 即便是满身穿衣 他还是再次站了起来 就连在一旁一直担心着莱娜的让 也没想到莱娜居然真的没事 不过比起这个 他们更惊讶的是 那条发光蜈蚣 在那场大爆炸之下 居然还活着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众人越来越感到迷惑与害怕 总而言之 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能让那条虫子活着 与此同时 阿明的身后又发生了一起核爆 果然啊 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得逞 艾伦以超大巨的姿态再次复活 那双坚定的延伸 给在场的重人带来莫大的压力 糟了 不能让那只臭虫和艾伦接触 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说不定地迷会再次启动 作为目睹过上一次艾伦和虫子接触的甲壁 现在他必须提前告知大家阻止艾伦 那条会发光的虫子 绝对不能让他活下去 然而 这可是一条连核爆都炸不死的虫子 联军小队又要靠什么与之抗衡呢 眼下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艾伦 兵长认为我们要干掉的是艾伦 不杀了他的话 这场恶梦永远也不会结束 好不容易的重逢 现在他们又要告别自己的亲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艾伦他还是没有放弃 三弟痛苦纠结的神情表露无一 安明的超大巨 对峙上了艾伦的超大巨 莱娜则朝着地上火奔乱跳的怪弹虫奔去 另一边马来士兵与艾尔迪亚人数 他们互相倉扶着受伤的彼此 如果不是马来方的弹药已尽 搞不好他们又要继续打起来呢 现在他们彼此都打成了共识 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随着身后传来的一句 掺杂了多年思念的父亲 安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雷恩哈特先生 突如其来的重逢 妇女俩绷在了原地互相对视 煞时一阵浓厚的烟雾 笼罩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战场上的莱娜和安明也注意到了这团烟雾 烟雾员正是那条最不可设的怪弹虫 从他身上喷出的烟雾 现已覆盖住了战场边上的所有人 难道说那条虫子他死了吗 不对 这可不是巨人死掉时发出的臭味啊 这该不会是和拉加克村一样的手段吧 科尼提出的这番猜想 惊吓到了1047的众人 兵长迅速做出了指挥 三利、皮克、城上法阿克的巨人 快点离开这里 皮克作为外人这时自然是不明所以然了 他下意识的向兵长问起了圆柔 阿克曼族和拥有巨人之力的人大概是例外 但其他人会怎么样你应该再清楚不过 残酷的现实摆在皮克眼前 当初他与吉克用了同样的手段 将科尼的村子变成了巨人村 现在他的亲人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已经刻不容缓了 兵长生气的催促他们 动作快 拥有巨人之力的人和阿克曼族的人 一同承载着法尔克的巨人 离开了那个不满的定时炸弹的地方 对如此无能为力的自己感到愧疚 法尔克发出了不甘心的哄叫 吸入了毒物的科尼、燃以及艾尔迪亚人 他们已经相当于被宣告了死刑 只能是一味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了吗 大概是吧 将剩下的事托付给同伴 这便是调查兵团最后会做的事了吧 科尼和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禁感慨起了自己的人生 他们开始回忆起了当初为什么要加入调查兵团 都怪你我们才会想要拯救人类的 明明是一句责备的话语 科尼的脸上却没有一丝责怪的意思 有时候人生的落幕就是如此的简单吧 幻音甘落随着从烟雾中传来的一发爆炸声 所有的艾尔迪亚人在此刻 都变成了一头没有思考与感情的巨人 狭窄的高地自然是容纳不下 这些体型庞大的无脑剧 他们接二连三的从高地上刷下 尽管早有预感 但发尔克他们还是对眼前的这一幕 感到惊讶与难过 战场上的莱娜和安明 看到这群凭空出现的无脑剧 简直人都傻了 而另一边 阿尼受巨人变身时的冲击影响 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好不容易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本以为终于能团圆了 两个妇女俩见面 连个拥抱都还没来得及做 阿尼的父亲就已经被变为了无脑剧 巨大的落差感令阿尼被绝望的阴霾笼罩起来 马来士兵这边的艾尔迪亚人 同样无一例外的 均成为没有生命的个体 说到虫子的召唤 这些无脑剧们纷纷集结到 他的身旁往莱娜的方向冲去 居然还召唤了小兵 开什么惊天大玩笑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通过这里的 莱娜意志坚定的 誓死捍卫着这一条防线 作为从头到尾都在挨打的莱娜 她贯彻落实了自己的沙包之刃 不愧为巨人之盾 你就真的那么喜欢地狱吗 艾伦 既然如此 那我就陪你奉陪到底 阿民话语甘落 彼此拳脚相向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莱娜一股脑的死虫怪荡虫 在丰庸而至的无脑剧中 她看到了科尼 让贾碧 以及至今母亲变成巨人的模样 深受打击的她 开始明白了眼前的这群巨人 究竟是选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 皮克与阿尼也加入到莱娜的战斗中 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得偿所愿啊 大家终究是一群沾满鲜血的悲哀志 战斗的最后希望寄托到了两名阿克曼的身上 三丽的脑袋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 她想逃避眼前的事情 想回到那个一如既往的家 能杀掉艾伦的只剩下我们了 振作点啊 兵战在一旁不断的稳定三丽的情绪 但对三丽来说 现在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 对她的伤害都太大了 要亲自赞颂自己喜欢的人 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 好想回到我们的家 这是她现在最大的心愿 现在画面切换到另一处 这里我做个解释 现在要讲的究竟是if线的内容 还是说单纯只是三丽的幻想 目前仍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 观众朋友们可以凭自己的想法去做理解 但三丽再次睁眼 是手握吊杆的艾伦出现在她眼前 神志不清的三丽 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了 但她总感觉 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今天已经没什么事要做了 我们就悠闲的度过吧 话说我钓到一条很大的鱼呢 艾伦一点清闲的表情 正让三丽有点懵懵懂懂的 她不经意的流下了眼泪说道 我在想 我们就这样待在这里真的可以吗 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吧 自从我们抛弃了一切 逃到这里的那一天开始 原来在当初艾伦向三丽问了句 我算是你的什么人时 他们两个就已经逃避了一切的事情 私奔到这没有人烟的地方 共度剩下的四年时光 说到这些 艾伦下意识避开了三丽的眼睛 那一天不正是你要我们一起逃到这的吗 三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嘴角微微上扬 艾伦神情低沉的向三丽请求 希望三丽能在她死后 把一直以来围着的围巾扔掉 三丽接下来还能活很久的 把我忘掉 自由的生活下去 这是艾伦最后的心愿 对不起 我做不到 这便是三丽的回应了 艾伦对上艾伦 由于关公面前耍大刀 怎么可能有胜算呢 就连莱娜那边也陷入了绝境 三丽从身上取出一只宝广着的围巾 系上围巾的坚定衍生 告诉了大家她的答案 这一次她没有迷茫了 艾伦在巨人的嘴里 我来下手 请大家帮助我 兵长感觉到三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她也选择了兼性三丽 艾伦 兵长 三丽 三个人齐心协力 先发智人 阿民直接扑上去抓住了巨人的头 这时兵长抓住了石器 成功利用雷枪将巨人的牙齿炸开 而三丽没有辜负兵长创造出来的空气 以迅雷之士飞进了巨人的椎里 手起刀落 三丽一副释然的神经 似乎在宣告着一切都结束了 艾伦最后的观景正是眼前的三丽 赋以一张似笑非笑的表情 艾伦的生命得到了终结 一路走好 艾伦 在三丽亲吻艾伦投入的最后一幕之下 本画也终于宣告了结束 在本画中 剑三回收了当初第一画的伏笔 第一画的开头是艾伦梦醒 见到长发三丽 恰好对应了这一画的这幅图 也正是这个田坑 让前面三丽见到的世界变得匪夷所思 我们都知道 禁忌剧能看到未来 但第一画的小艾伦 他显然没有这份力量 那么他为什么能看到 未来这个世界线的短发三丽呢 目前的我们仍然无从而知 另外三丽在本画中见到的钓鱼人 如果说真的是AV线里面的 那么这和前妻一直念着要塔塔开的艾伦 又相差的有点大 但如果这只是三丽的幻想的话 又是如何在最后填上第一画的坑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匪夷所思 作为巨人漫画的倒数第二画 这一画自然是引发了大家火热讨论 贴包老哥们在出了情报以后 就一直在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漫画更新以后讨论热度更是高涨 因为对钓鱼人的严重不满意 更是由老哥做出了一系列的屌图 来表达自己的不爽 这几天看下来 巨人烂尾的声音就没消停过 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烂尾定义 你可以说他烂尾 但最好是你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跟风跟出来的观点 毕竟对于某些人来说 巨人从第一画更新到现在 已经烂137次尾了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 我是童相 我们下期再见